拿着行李箱一转身的瞬间 就能移动到另一个国家 航空公司主打超简便旅游 但想最快的方式体验世界 除了跳上飞机之外 未来可能有新的替代方案 新一代代步工具超级高铁 由政府和民间企业合作 9月初才刚在荷兰东北部分担 成功进行首次行车测试 列车在狭窄长行的钢管轨道内 家族速度奔驰 尽管测试受限仅有时速30公里 但未来潜力无穷 我们当然是距离的程度 所以我们不能很长时间 这次列车只行驶90公尺的轨道 业者预计年底将二度测试 期盼届时冲破时速100公里 但这还不是超级高铁的最终目标 游望打破旅游时间限制的局限 未来超级高铁时速将有700公里 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到德国柏林 距离663公里 只需要一个半小时 而荷兰测试中心先建造长约420公尺的钢管 直径2.5公尺 内部抽出空气降低压力 让列车以真空悬浮的方式行驶 原理要减少列车与轨道的摩擦 少消耗能源加快移动的速度 由于车厢只会在钢管内来回 因此又被外界取名称为回路列车 目标是希望2030年就能实际上路 甚至计划2050年时打造出时速超过1000公里的超高速列车 目前以欧洲大陆作为建造蓝图 新型交通工具符合节能减碳 不过说到这个概念并不新 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2013年就提出 奇特的概念一度引发轰动 高涵想去哪就能去哪 不止马斯克想开发高速载人列车 竞争对手维珍集团 多年来也大撒币投资研发 不过这个美国超回路列车一号 去年底确已失败收场原因除了列车无法高速转弯之外 还有挖隧道成本实在太高 不过荷兰业者看准未来趋势认为超级高铁的优势 而且不会输给新型的电动飞行器 尤其现在还不止一家业者投入 包括被马斯克启发的后期之秀 从2015年赢得马斯克的竞赛后 组成公司研发至今没有放弃 超级高铁不止可能扭转通勤模式 海运的运输也可能被取而代之 但业者最终目标要达成欧洲减碳 朝绿色零污染迈进 马斯克在美国没能成功载人上路的管状列车 将可能率先在欧洲实现 有望为新一代的交通带来变革 TVBS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网站